在大松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都會固定先放新手教學 給第一次來參加大松的朋友 所以大家如果是新手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影片 大家好 大家請安 我是董事 正式祝林B010政府 兩個月移動的大松 現在要開始新手教學了 還可以說在這裡的印子 不是那種商業公司 或是政府辦活動的比賽 祝林B也不屬於政府 而是一群公民舉辦的科技社群活動 活動重點都在吃吃喝喝 一起當志工 一起玩 祝林B是一個社群 社群的概念聽起來很抽象 但其實就像是路邊的群聚高中生社團活動 沒有規定你必須做什麼 參與者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也邀請別人一起加入 不是公司 不是組織 也沒有人可以命令你 如果有人對你不友善 請隨時回報 千萬不要受委屈哦 雖然沒有強制你必須完成的任務 但會因為每個人的願景和興趣 產生不同的貢獻 花時間幫忙打一行字 看一段翻譯 改一行後 發展的PR 把自己的時間以產圖共生出來 你正會成為這位的貢獻者 祝林B社群中有很多不同的社群專案 像是中衣 周松團和周冰 國際交流 社群專案內會有單起責任 確保維護專案目標持續進行的工作小組 而社群專案們像是 ColeFact真的假的PL機器人 VTI1 阿美有蒙點 等等也會在社群中提案 找有知一同的朋友參與貢獻 也有因為突發事件而出現的快閃專案 像是高雄細胞資料匯整 或是COVID-19爆發時的口罩地圖 都是在緊急事件中 因為共同目標迅速凝聚貢獻者一起工作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大宋一整天的流程怎麼進行 新手介紹教學結錄之後 會開始三分鐘提案 大家可以從活動控比裡面找到 要提案看提案 想列了本日的三分鐘提案 短講和成果報告的提案列表 你可以從裡面看到接下來是誰會進行發表 還有該專案的相關控比以及詳細資訊 讓想參與的人都能更容易理解專案在做什麼 提案聽完之後會是自我介紹的時間 請大家想三個關鍵字介紹自己 讓專案公主知道可以找誰幫忙加入專案 先上大宋請先事前錄製與更改 GetherTown Status 11點之後都是分組開工 Hacking時間會一直持續到下午成果發表之前 下午有帶領第一次參與的好朋友導覽團 與短講時段 你可以繼續Hacking也可以參加新參者旅行團 或是到大會議室聆聽短講 12點到1點是午休時間 請站起來多走走並且吃飽一點 下午2點半的短講時間是自由提案報告 每一組有8分鐘的時間 發表者可以和大家聊聊與分享 或是你有什麼新發現 有些專案會想要跟大家說更多的細節 可能也會選在短講的時段來發表 本人活動結束的前一小時會進行 本次黑客送的成果報告 每組5分鐘 並不要求有非常完整的架構 專案提案人或是專案參議者 請在這個時段分享一下今天的討論成果 大家從另一天就是這樣進行 如果還有哪裏不確定 隨時可以問人 不管你是在中原院的實體搭送 或是在家裡觀看影片參與 都請先確認有穩定的網絡連線 在JuneEV想要跟大家討論 請先加入JuneE Slack 這是一個類似Line的通訊軟體 多番回在工作時使用 Slub就是JuneE共通的通訊軟體 任何想法都歡迎在Slub跟大家分享 裡面有不同的頻道通常會連結 不同的專案也可以自我介紹跟聊天 活動控制上可以直接找到 請新加入的朋友們等候空檔先去註冊 先掃描QR Code就可以直接提出註冊申請 請跟大家一起寫共筆吧 共筆是什麼呢 就是共同筆記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跟同學 一起做同一堂課的筆記 在JuneE的活動 大家也是用同樣一份文件 來做編輯跟專案討論 例如很多人都用過的製作照 可以看其他人共同編輯一份文件 在這裡我們都叫做共筆 這裡的人常用HackMD 因為它可以有很多排版 跟框架瀏覽的優點 在共筆裡面 可以看見框起來 第二頁表會有其問題等 三分鐘提案 短講以及最後成果發展的 提案登記列表 這裡有很詳細的專案介紹 跟連結 可以看專案的主題 它的共筆連結 還有它要徵求什麼樣的人 當然更多的資訊 就要打開專案的共筆 從影片網站才能夠看到 什麼樣的專案 比較適合來黑客松提案 Ginni的理念是開發 首先在黑客松的成果 需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需要開放授權 授權 授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選 如果這就讓你一頭誤選 沒有關係 Ginni跟我們現在有開發一款 CD授權小幫手 只要回答簡單的問題 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專案 要用什麼方式標示 或是開口問 Ginni的文化是樂於解答 不用擔心問錯問題 建議先主動寫一個初步的構想 或是給大家看你所畫的架構 具體說明你需要的幫助 與目前的成果 不一定要到很完整的程度 才拿出來 在半成品上面加工 也是Ginni很常見的一種文化 最後一項是公民精神 Ginni希望讓大家更有公民意識 身為公民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更進步 不會寫城市也很適合在Ginni社群 在Ginni黑客松裡 有新加入的朋友 有一些會寫城市的朋友 有設計師 有關心公民運動的朋友 有文字工作者 也有完全不威脅城市的人 比如我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黑客松裡面 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 幫助更多人 接下來是很重要的社群守則 在參加Ginni相關活動 無論線上或是實體 都要參與者遵守這樣的規則 Ginni不容許任何人 對參與者以任何形式騷擾 因為我們致力於提供 無騷擾的環境給各位參與者 無論年紀 性別 性欣向身體障礙 既定外貌 種族和信仰 當你被要求停止 騷擾行為 是請你立刻停止 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冒犯 與不愉快也請隨時回報 謙虛歡樂 愉快做事情 大家一起圍著這樣的氣氛 團隊喜歡正面的監獄與執行 不要只有負面的批評 所以討論的時候 請對事不對人 不要指責他人 最後一點 傳達給非新手 或是未來你不再是新手師 請記得新人 一開始蒙然的感受 友善回應信念提問 不要指教新朋友自己去看自己 Google這樣會毀壞社群良好的交流氣氛 沒有認識的人 或不知道該做什麼都很正常 建議大家可以從幫忙記錄開始 唐廳跟記錄大家在做什麼 就是參與的第一步 這個是HackMD G0V社群 和HackMD有合作 所以有專門的網域放置 討論的所有共筆 網址在畫面上 這也是需要註冊跟登錄的 有很多登錄方式可以選擇 登錄之後如果你需要編輯 就點擊圖示左邊的筆 或是中間的雙欄進行編輯 推薦點中間的雙欄格式 可以立刻看到你輸入的文字 會怎麼呈現 它就跟你開Google簽上文件一樣 在左邊黑你的地方輸入文字 右邊就會跑出你打的東西 這就是招案記錄 黑客松絕對是人人有坑跳 很多時候公主要找的是 幫忙交對錯字的朋友 幫忙翻譯的朋友 願意接受訪談的朋友 給予使用者見面意見回饋 指教區關坑主還需要些什麼 他們永遠需要你 無法來看待實體 或是讓大眾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家觀賞這份 新手教學簡報 臉書有兩個公開社團 可以加入跟他家討論 實體活動會議室內禁止飲食 以及非干飲料 但請一定要吃飽 實體活動場外 也會有明確的資源回收分類 請一起拍整齊 最後活動結束也要一起 把場地恢復原狀 GV很重要的一個課就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準備好 就可以開始動手做 如果你希望聚力與活動 可以持續舉辦 歡迎到周松網的首頁 任養八松 這些真款都會做為黑客松 舉辦活動的支出 以及社群基礎建設的基金 以上就是黑客松的新手教學 感謝各位 好的 謝謝大家 讓我稍稍調整一下 好的 歡迎大家來到黑客松 我們今天早上開場的主持人是Timo 但在Timo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現在周松的行政 行政事項和宣傳事項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 又要使用Wi-Fi的話 在我們的共筆上的活動資訊頁 有場地Wi-Fi的資訊 那如果連不到的話 其實那個場地 國家教育院也有相關的那個Wi-Fi資訊 大家可以在場地的那個大門可以找得到 所以可以先以GiniVhack的Wi-Fi密碼進行使用 然後跟大家宣傳一下 就是今天下午 今天除了有黑客松之外 今天下午1點開始 在樓下10樓 也會有臨時小學校專案國化競賽的決選日 那如果大家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短獎 所以大家如果短獎時間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10樓去看看 就是由國中生高中生 和一群社會人士 他們運用科技去解決社會問題的提案 對 然後今天聽說會非常精彩 對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 是下一次GiniVhack的 還有下一次的實體活動 是第22次基礎松 會是在3月4號1點半到5點 在NPO Hub的2樓 那我們已經開放報名了 所以如果對基礎松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到 已經可以開始到KKT市場報名了 就是我們這次應該會討論更多 關於108課綱 還有坑主 就是如果之前 大家上個月有參加坑主小序的話 我們當時有討論很多關於 我們當時有討論很多關於 坑主他在面對 在發展專案的時候 他可能會面臨什麼問題 那我們 揪送團可以透過怎麼樣的基礎建設 讓整個專案可以更有趣的經營 所以歡迎大家來參加基礎松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我們就交給TIMO 歡迎來到那個兔兔黑客松 兔兔 好 那個為了今天 就是結實了一個禮拜 怕那個肚子太大這樣子 因為過年的效果非常的良好 但是今天後面看到有麵包 馬上又破戒了這樣 麵包真的非常好吃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特別感謝 先請那個 MISS ORZ 在 OK 那個先來stand by 然後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特別感謝一下今天的工作人員 等我一下喔 好 特別感謝 那個報道有Paul 柏翔 以傑 然後直播有向高 那會傑期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個 然後那個 攝影有SC 主持有今天的TIMO我 還有下午有那個字號 好 早上第一組的那個 來 這邊 這邊